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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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过了这么多年才闻到佛法不容易啊 有多少人什么都不懂啊 为了名为了利一辈子就这么死去了 想一想有多少人30岁40岁就走了 最近有一个30亿上市公司的老总 不就是在43岁走掉了吗 想一想阿拉伯的王子我昨天讲了 33岁他什么都有就走了 而我们就算什么都没有 我们有这条命在 那我们就是有福气的人啊 平安就是福啊 珍惜就是福 好好努力好好修 师父希望你们各个都变成菩萨 各个都变成好人 永远要珍惜自己所得的一切 不要去看到自己还没有得到的 没有得到的就不是你的 那不是幸运的 要真正的要感恩 感恩菩萨已经给我们的 从今天开始台长告诉你们 你们以后吃饭之前 要自己双手合十 感恩观世音菩萨 让我今天还拥有食物 拥有我们慈悲的心 拥有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身体健康还能吃得下 你们好好地自己祈祷 观世音菩萨会给你们加持的 台长不停地把观世音菩萨 最新的信息告诉你们 你们知道不容易啊 菩萨还告诉我说 昨天晚上 因为我昨天法会上讲了 今天很多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佛友来 所以呢 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在这里做一个功德 哪怕今天在这里护法 哪怕做一个义工 如果你说我们家里有困难 你可以把今天明天 昨天在这里的所有的功德 说我给我的孩子 我给我妈妈生病的孩子 重病的妈妈 我可以给我自己身体 什么都可以给 这个是比许愿放生还要快的 但是不要把自己身上 所有的功德都给完 否则你会瘫下来的 听得懂吗 师父来一次不容易 昨天帮那个小孩子 因为帮他加持了 所以我没想到 他身上那个灵性 到了晚上来找我了 所以师父一直到 今天开场之前 人都很不舒服 头痛 我昨天一天就烧了 一百多张小房子 所以我就是告诉你们 帮人家要备业的 要救人 要付出的 所以想做个好人 都不是这么容易的 但是不管再苦再累 因为我们心中有佛 因为我们不是要求的人间福报 我们要求的天上的正果呀 再一次感恩 所有的佛友们的付出 感恩这些义工们 感恩大家 你们看师父 师父也满心欢喜 我希望你们能够 救度更多的众生 希望你们能够 明白自己 这一辈子 到底到人间来干什么的 我们不能就这么 稀里糊涂的来 稀里糊涂的走啊 我们一定要救完众生 我们才能到 观世音菩萨面前 妈妈 我没有辜负你 我带了这么多的菩萨 上来了 我想一想 如果你们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 你们什么心情啊 如果当你们知道 你们还能活三个月的时候 你们什么心情啊 想一想 一架飞机 上去四秒钟 整个机器停摆 如果不是学佛 不是我们念经的话 这个要飞机早就出事了 飞机不就是这么出事的吗 但是我们怎么活下来的 因为我们有这么慈爱的 观世音菩萨 我们有伟大的菩陀 我们有阿弥陀佛 都在保佑着我们 吃的太少了 台长最后告诉你们 今天来了哪几位菩萨 佛陀 佛陀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斗战圣佛 洪海尔 全部都来 观地菩萨 也到了 我有时候 看到菩萨 站在我后面 他们在加持所有的人 我就掉眼泪 菩萨给你们加持的时候 我没想到 菩萨都在掉眼泪 很感动 菩萨是觉得我们最苦的 但是我们现在闻到佛法了 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我们不要忧伤 我们不要烦恼 我们要的是自己一颗纯洁的心 赶快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着佛光 让我们普照着这个大地 这样我们才会越修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